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我们见识到了乌军的英勇 他们利用无人机沉重的打击了俄军的嚣张气焰 其中美国军援的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 更是多次打击了俄军的高价值目标和据点 让我们大开眼界 这不台湾厂商就受到了俄乌战争的启发 自己研发了一款台版弹簧刀飞鱼 也就是台版弹簧刀飞鱼 本期火力军视频的主角 他是否能够增强台军的反登陆作战能力 俄乌战场中的无人机发挥了关键性战力 令我们台湾的中科院炎热 也积极研发了多款无人机 而且已经在台湾东部空域进行了测试 而按照台湾的军民两用的政策 台湾民间厂商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 这不 其中自保全器材起家的中硕科技 在赢得2018年协助海巡署建制 全异型无人飞行机队项目竞标后 让其有了丰富的无人机经验 这不趁着乌俄战争掀起的自杀式无人机的东风 自己研发出了台湾飞鱼弹簧刀无人机 这款飞鱼弹簧刀无人机为定义型无人机 采用的是电动方式驱动 只需使用地面气压弹射就能起飞 目前的飞行距离为10公里 其载重量跟航程都可以根据任务需求 做出相应的调整 而且飞鱼无人机具有弹簧型可折叠记忆 能筹载弹药进行巡航飞行 待确认攻击目标后执行攻击 至于它的操作模式 火力军只能说是傻瓜式 只需使用平板计算机 或是起飞前输入目标的定位 飞鱼弹簧刀无人机就会自行打击目标 在未来飞鱼无人机还会智能化 适用AI技术 让其可以自行寻找目标进行进攻 如果你将飞鱼无人机和之前拿下海巡署的 旋转与无人机相比 你会发现 现在研发出的飞鱼无人机 等于是把之前无人机复杂化的功能全部除去 变成了单一工作 执行有去无回任务的无人机 而且若是在战场上没有找到目标 飞鱼还会进行自毁程序 出击便是死亡 目前飞鱼无人机已完成了飞行测试 至于装载弹药测试 根据透露出来的消息 已经在跟台相关单位进行合作 并且将于9月份进行测试 甚至还将飞鱼放出了可出口的武器清单里 只不过透露的信息甚少 火力军也不好多说 不过既然是受到乌俄战争启发 那么我们可以先看看乌军使用的美制弹簧刀 看看它都拥有了哪些战技 居然可以让台湾有了研制自己自杀式无人机的想法 并看看其性能去推测一下台湾的飞鱼 首先时间回到4月27日的凌晨 乌军派遣无人机突击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 在俄军防空雷达锁定并发射多枚导弹拦截的情况下 靠近边境的一座俄军大型弹药库仍被乌军命中摧毁 其中乌军南方作战指挥部还表示 乌军利用无人机成功摧毁了俄军在蛇岛上的阵地 并命中了俄军指挥所 摧毁了俄军舰10防空导弹系统 可见在这些局部战斗中 乌军的插打一体无人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当时乌军手中大概拥有800多架无人机 军队俄军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而其中的佼佼者便是中硕科技蒙发研制飞鱼无人机的美制弹簧刀 当初乌军自从有了弹簧刀无人机后 便已具备了对俄罗斯边境目标空中打击的能力 而且俄罗斯边境线很长 其战线拉得也很开 根本拦不住乌军的攻势 弹簧刀无人机作为美军的高科技武器 本身就不俗 并且早年便在阿富汗战场上经受住了实战检验 机型号分为弹簧刀300和600两种 弹簧刀300能在空中飞行30分钟 以每小时157公里的时速 能打击到10公里范围内的任何目标 其飞行速度比乌军之前一直使用的土耳其TBR无人机要快得多得多 而弹簧刀600就更恐怖了 它不仅装备了专门打击坦克和装甲车辆的多用途反装甲弹头 而且其成本要远低于标枪导弹 作战范围也比标枪导弹要大 因此火力军有时觉得弹簧刀无人机比标枪导弹好用 弹簧刀600的有效攻击距离是80公里 能以每小时185公里的冲刺速度攻击敌人的装甲车辆 关键是它居然可以在静音状态下飞行 所以它很难被发现和拦截 甚至可以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来控制飞行路线 并将沿途的图像实时传输给操作人员 具体的作战任务由操作人员在便携平板触摸屏上完成 如果发现目标 弹簧刀无人机就会收起两侧的机翼 化身为一枚小型巡航导弹 以俯冲轰炸的方式攻击目标 大伙试想一下 俄军士兵正吃炸鸡喝啤酒 天上掉下来一枚巡航导弹 那不直接化为一滩血水了 回来乌俄战争 对俄军来说 面对乌军这种超低空小型飞行器的突袭 想要完全靠铠甲S1防空系统是非常难的 而且火力军也说了 俄军的弱点就是它漫长的边境线 以及拉长的战线 即便想要用成百上千台铠甲S1防空系统部署防御 其经济条件也不可能做到 而对于乌军来说 可以利用这种自杀式无人机 不断对俄军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比如俄军的高级耗材将军 好像之前就干掉过一位 只不过侵略者名字火力军记不住 而且这种无人机发射后 便能自动搜寻目标进行打击 任何一个乌克兰士兵都能在任意位置发射出去 比如乌军之前 就这样对比尔哥罗德和沃罗涅日的俄罗斯物流中心 进行了无人机打击 成功扰乱了俄军后勤补给 延缓了当初俄军的攻势 因此只要乌军能掐断俄军的补给线 那么胜利的天平就会向乌军倾斜 原来在乌俄战场上 无人机的作用这么大 怪不得会让台湾掩热 搞出了自己的飞鱼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 台湾的无人机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 等到飞鱼9月份载弹测试成功 并开始大量使用后 以及包括查打一体自主攻击无人机 情间真无人机和各种各样 大中小型的消耗型无人机 能大量运用在台海战场上时 那么台军的反登陆作战能力 可能又会挺高一大截 好了 对于台湾的飞鱼无人机 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讨论区